日本高校生各个穿上围裙开始学做小笼包 擀面皮包线样样来 动作有模有样 看到镜头还会开心做表情 其实这群学生来自大阪封岛高中 来台湾不光是旅游还有另外一个目的 日本近年来流行修业旅行 属于户外教学一种 而台湾地员相近消费相对便宜 几乎让不少日本高校选择来台旅游兼学习 六天午夜行程也通通走文化之旅 增加国际视野有的学生学打太极拳 有的包小笼包 行程也会安排参观高饼工厂 富含教育意义对学生来说 从旅行当中也能获得更多回馈 日本高校生在台上热舞表演 除了参与台湾文化之外 也包含和台湾的中和高中交流 两校见面第一天 用舞蹈方式热情回应 两校交流中和高中更安排入班学习 有老师设计课程 台日双方也有简单的语言互动 这几年中和高中密切和大阪封岛高中 被还到千岁高中结为姐妹校 不只日本学生来 台湾学生也有机会到日本参访 语言不同 但是也会用不同的方式 英文啊 然后日文 甚至有时候手势或笔坛 都可以一起讲 像他们吃完饭之后 他们都会习惯去要一张卫生纸 帮我们把桌子擦干净 交流活动 诸如课本上学不到的礼仪文化 也让学生可以打开视野 TV雄中的华鞋品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